以赛亚书第十四章 耶和华联名雅各在拣选以色列 是他们安居在自己的国土上的时候 外族人必与他们联合 归属于雅各家 以色列人必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国土去 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得着这些外族人做扑弊 也要掳掠那些掳掠过他们的 并且统治那些欺压过他们的 耶和华使你脱离痛苦、愁烦、被迫做的苦工 得享安息的日子 你必唱出这首诗歌来讽刺巴比伦王 说 欺压人的怎么止息了呢? 强暴怎么止住了呢? 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和统治者的棒 就是那在愤怒中不住击打众民 在怒气中管辖列国 毫无意志地施行迫害的 现在全地都平静安息 个人都发声欢呼 连松树和黎巴嫩的香薄树都因你欢乐说 自从你躺下以后 再没有砍伐的人上来砍伐我们了 地下的阴间因你震动 并迎接你的来临 又因你而唤醒了所有曾在地上做过领袖的阴魂 又是所有曾在列国中做君王的都离位站起来 他们都必答话 对你说 你也变为衰弱像我们一样吗? 你也与我们相似吗? 你的威士和你的琴瑟音乐都被带下阴间了 你下面铺的是虫 上面盖的是蛆 明亮之星 清晨之子啊 你怎么从天上坠落 你这寝负列国的 怎么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居我的宝座到神的重心之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云的高处 我要使自己像那至高者一般 然而 你却被抛下阴间 落到坑中的几处 那些看见你的都必定睛看你 他们必注视着你说 那使大地震动 使列国摇旱 使世界如同荒野 轻覆城镇 又不释放囚犯的 就是这人吗? 列国的君王都在荣耀中安睡 各在自己的坟墓里 但你要从你的坟墓中被築出 好像一根被咽弃的树枝 你被那些遭刀剑所杀的人掩盖 就是那些被抛到坑中石头那里的人 你就像一具遭人践踏的尸体 你必不得与别的君王同葬 因为你败坏了你的国 杀戮了你的人民 愿那些恶人的后裔永远不被人提说 因为他们的祖宗犯了罪孽 你们要为他的子孙预备屠杀之处 不要让他们兴起来占有地土 在世上布满城镇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必兴起攻击他们 把巴比伦的名号所剩余的人 以及后裔子孙都一同剪除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巴比伦被建筑所占 又使他变为泥沼之地 我必用毁灭的扫帚把他扫进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起了誓说 我怎样想 事就怎样成就 我怎样计划 事就怎样立定 就是在我的地上粉碎亚述人 在我的山上践踏他们 他们所加的恶 必离开以色列人 他们所加的重贷 必离开以色列人的尖头 这就是对全地所定的旨意 就是向列国伸出的手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决定的是 谁能阻拦呢 他的手伸得出来 谁能使他收回呢 亚哈斯王去世的那一年 有以下的漠视 菲利士全帝啊 不要因为那 急打你们的杖 折断了就欢喜 因为从蛇的根 必生出毒蛇来 他所生的是会飞的蛇 最贫寒的人 必有食物吃 贫乏人必安然躺卧 我必用饥荒毁灭你的根 你余生的人 必被饥荒所杀 城门啊 要哀嚎 城镇啊 要呼叫 菲利士全帝啊 要战力发软 因为有烟从北方来 在他的航武中 没有离队逃走的 人要怎样回答 外族的使者呢 要说 耶和华建立了西安 他子民中的困苦人 必在其中避难 我们先去兽难 哎呀 大家 诶 � 呃 呃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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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